因为那个调队是我的 我才是你真正的爸爸 我就猜到了 真的猜 白太太 白太太 就是白太太 可以 对 因为她 因为她的手机里边有很多PS 她跟白三晚的合照 而且她在 她暗恋白哥 而且她重头柜的那个密码是白太太 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呢 解释一些照片 那我喜欢你 我们看一下照片 好直白 所以你是认识她的 我不知道 她帅 做的面又好吃 然后整个人又非常的有涵养 但是对人分合又善良 那你可能对我有点误会 我是不 你在我心里就是这样的人 你为啥会有她跟她家人的那个玉佩 那不是我的不是 那哪会去 招了 招了 说是你给的 是我给的 但不是我的 那你从哪来的呢 是那个管家给我的 管家给你的 对 她跟我说是她的玉佩 然后她让我给巨神公带上 把这个给巨神公带上 为啥 因为这个呀 代表着社会地位和财富 她的直播客 课程卖得更好 行 她带上之后 就显得自己是尊贵的身份嘛 这样就是卖货的时候大家更信 管家是我爸 对 就所以你的亲天已经 没了 还是我的老公 他是你是真老公 对 就在这些年 还有跟你透露她以前的生活 或者她有没有孩子吗 没有 她一直跟我说她是头昏 但是突然间冒刀老大儿子 我心里也很 也有点那个 百感交集 我对说到这儿 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怀不上孩子 是可能是身体有啥问题 但是也没有尝出来啥毛病 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就是 那个管家 他一直在偷偷给我吃避孕药 但我不知道 肯定就是因为他有个大儿子 你知道吧 他有好大儿子 就自己已经有了儿子了 对 所以他这个玉佩是最近才给你的 为了把他骗来才给你的 对 他七天前给我的 因为我们在一个手机里发现你 发了三条消息 一个是跟自己的老板辞职 然后说我要去做主播的一天赚五十万 第二个是跟自己的女朋友分手 然后第三个是你亲生父亲给你发消息 说你为了带货可以管别人叫爸爸 你别叫我爸爸了 这都是你干的事吧 这不是父子之间的一个小玩笑吗 你都被拉黑了 然后还有你手机里有一个录音 这个录音你是从何而来的 那也是这是我偷录的 偷录管家和谁的录音 那都不知道了 他在跟别人打电话 我已经伪造了俊文艺出国的证明 想让他体面地离开 这个俊文艺啊 销售额这么差 死赖着不走 一直不肯离开 还要跟我鱼死网破 他休想用我的秘密威胁我 他为什么要伪造身份送你出国 就是因为我业务垫底嘛 卖不出去 你业务垫底就给你让你出国更好的发展 是不是意思啊 走国际路线 去国际上垫底吗 出国其实是一个幌子 这是给粉丝的一个说法嘛 就说你走了 对 就说我走了 然后把我开除嘛要 主要是锅包肉要来嘛 然后想顶替我 把你框进来啊 他不就多了一个文化口的主播了嘛 可以给他带货 而且你这个又有流量 你当然啦 这个我的位置难以顶替 对不对 你都垫底了还难以顶替 那是啊 他是有文化呀 对我是有文化的人啊 他这里如荫说了 你知道他一个秘密 那管家的秘密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这个家族的秘密吗 不啊不啊不啊 那你们家族的秘密那么多人都知道 他怎么不让他们出国呀 你都知道他要处理你了 你还不走 你不害怕吗 我想博一下嘛 对不对 万一我这个业绩回来了呢 哎你跟那个管家的那个分成是几比几啊 一开始还挺合适的 到后来越来越过分 就是变成九比一了 谁九 你看我像九吗 他说他有你更大的秘密是什么 其实这个刚才那个录音里头那个秘密啊 啊 跟吊坠有关系 吊坠 这个玉佩是你妈给我的 是我给的 但不是我的 是那个管家给我的 怎么有什么关系 讲解这白色吊坠我听到 因为那个吊坠是我的 我才是你真正的爸爸 我就猜到了 真的假的 什么玩意啊 真的假的 我觉得他只想让你再绝一次吧 他只想要占你便宜 宋漂亮我觉得你是对的 但是你为什么会有那个玉佩呢 餐桌里边有一具尸体 你知道这件事吗 因为我们在那个女士的脸上脚上 还有胳膊上发现了 你卖的那个墨水的墨 所以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解释一下 我我那你们既然发现了吧 那我就说吧 对吧那天是 就是6月10号 我在直播间卖我的那个墨水 各位家人们 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库存不是特别多啊 抓紧时间 哎刚要上链接的时候吧 管家给我发了一个消息 让我去这个他的办公室一趟 哎然后我这不小心被撒到手上了 啊对对对对 就是你卖的墨水 到了管家办公室以后呢 管家就说已经给你一个月的机会了 你还是业务垫底 我不得不开除你了 我和你的粉丝会说 你出国留学去了 管家给我给给给给个机会吧 管家就一次 不行 我也不行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 我就把这个家族是假的的事 我全说出去 谁都别火 大不了鱼死网破 我们俩正在这儿说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门口有一个女人 正在偷听我们的对话 所以我就追出去了 因为她要说出去以后 我们这个以后没法直播了 我追到她的时候 因为太紧张 她挣扎太激烈 就是我一挥手 她从楼上滚到楼下了 我也没想到那么寸就摔死了 和这儿是你杀的 这会管家来了 说我杀了人了 怎么 走 那我说我去自首吧 管家说你不能去 你去了以后 我们这个秘密都公之于众了 于是他就说 咱把这个尸体藏起来吧 我和管家出去准备了一下 回来以后 我刚要搬尸体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 在尸体旁边有一个吊坠 你在尸体旁边发现的吊坠 尸体旁边 尸体旁边 这个吊坠 你确定是那个女的的 不是管家的 对啊 从那个女孩身上掉下来的 我捡起来 她就夺走了 这个东西啊 一看就还没贵 这是财富的象征啊 来 那你妈妈其实是 李发小的妻子 我爸不是李发小 来